巴多村曾经是深度贫困村 巴多巴多在壮与里面十多多的意思 就是有这么一句话 嫁人不能嫁到巴多去 为什么呢 巴多是非常的贫穷和落后 以前从县城到巴多 要一个半小时才能到 但是现在我们把道路修好了 现在从县城到巴多的距离 开车的时间就只要35分钟 然后我到这里快两年时间了 18年的22月份 我主动向组织申请 到机场来参加脱贫攻击工作 刚来的第一年 有一段时间确实是压力非常大 为什么呢 困难特别多 工作特别多 矛盾特别多 但是通过和同事们一起努力 逐步逐步地把问题梳理了解决了 现在爷爷就好了 在少数民族地区 这个找婚找遇现象比较严重 那么找婚找遇一旦出现以后 就必然会导致这个辍学现象的出现 所以我们挨家挨富地去大量地做工作 把嘴都磨破了 就是怎么来动员这些困难群众的子女 重返学校去接受教育 如果你不接受教育 它思想继续落后 就一代一代地穷下去 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当地的老百姓听说这个我们村委会和铸村公众队员 物资保障存在一些困难 群众就把家里面的一些吃的用的都主动的就送到我们村委会来 实际就是因为我们这几年是真帮实帮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产业发展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个方面 长期的产业规划就是乡村旅游和苗圃小镇 我们苗圃基地的建设能满足我们整个广南县 农作物苗圃方面的需求 苗圃基地建设完以后 能大量地解决本地的人力就业的问题 在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 人的思想会进一步地解放 市场经济的这种思想 会潜移默化地 移植到老百姓的这个大牢里面去 这对长远的八度的发展来说是很重要的